沒想到我妹也會有 變得那麼性感暴露的一天 適合 尤其是現在換季了嘛 溫差比較大的時候 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曾經也是一個很 極力的想要擠進X size的女生 但是啊 經過 一連串的增肌的旅程啊 不停的加上重量 補充充足的營養 我現在的體重 接近56公斤 也就是中間有10公斤的 體重上升過程 那我曾經心裡也是會 非常的恐慌 但是我很訝異 我現在的心境已經變得很擴大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體態很美 我不需要特別的改變 而且我也非常熱愛我的生活 因此我認為 今天無論你的尺寸是 S、M、L、XL size 只要你對於你現在的狀態是滿意的 你不需要特別的改變 那今天很榮幸的 可以和我從高中就非常喜歡的品牌 從我高中對他們的印象就是 在少數的台灣品牌中 竟然有出那麼好看的歐美服飾 而且他們出的服飾非常的多元 不論是海灘啊 休閒或者是正式的服裝 那現在呢 竟然正式的推出適合運動女孩的服飾單品 所以今天妹呢 就要給大家第一手的開箱 並且去分享我的體驗心得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我覺得這個BRA TOW真的是 OMG的性感 你知道我現在頭低下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兩坨北半球 在這邊 沒想到我妹也會有 變得那麼性感暴乳的一天 那這次AIRSPACER杯墊呢 它主打是為運動 所量身訂製的C型暴乳透氧杯墊 所以我要先在這邊 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這個杯墊的厲害之處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一般的杯墊比較起來 真的是有特別的加厚版本 它大概是有2.3公分的加厚 那它主要加厚的部分就是 女生的下緣處 通常會比較少一些肉 所以它是利用集中拖高的效果 然後這個棉呢 摸起來是非常的Q彈 因為它是採用高密度的記憶棉 所以穿在BRA裡面呢 其實是不會覺得很壓胸的 穩定度是非常的足夠 那因為它有特別的使用 3D導流的透氣口棉 然後它具有吸濕排汗的效果 所以啊在運動過程中 它可以幫助把濕氣 給快速的排出 當然如果你本身已經是 比較豐勻的女生 然後你不想要用 那麼強調胸部的杯墊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換上自己喜歡的 比較薄的杯墊 那說到這件BRA 我很喜歡它的臨口是偏高的 安全感是足夠的 但是用心機的 鏤空露出一點小乳溝的部分 感覺兼具了帥氣與性感 兩個元素 那我自己還蠻訝異的是 它的包幅度還有穩定度 跟支撐感是相當足夠的 所以它是可以 處理住中高強度的運動 然後它背面呢 它是很簡約的寬肩帶 這邊的下擺也是做稍微加寬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 它的支撐度也是蠻足夠的 那說到這件長褲啊 它叫做超模曲線高腰運動褲 它強調的特色是 它採用三名字的腰瘦結構 尤其是小腹這邊有收腹的效果 並且臀腿這邊有很明顯的剪裁 所以它想要做的是一個可以增加 視覺上讓腿部可以比較修長的視覺效果 那我自己的感受是它的面料真的還蠻舒服的 然後褲頭有明顯比起一般的運動褲 還要更加的高用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以提吞的效果而言感受度是普通啦 沒有非常的強烈 私心覺得這款內衣又更加的暴如 原因就是這一款它是做交叉型的深V設計 完全讓我的事業線又更加的雄偉 好像自己就像一個深V峽谷一樣 受到自己的視覺衝擊 會不會讓別人沒有辦法好好專心運動啊 那我自己覺得 它的集中脫高的效果又更好 原因是它透過交叉的設計 它可以把腹乳這邊的肉給掰進去 那因為它這邊很貼心的是做比較寬的肩帶 所以如果你本身的胸部的重量比較大的話 也不會覺得太大的壓力負荷 然後後面它是採取一個小背心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造型其實也是蠻簡約的 算是一個很好穿搭的一個單品 那下身的話也是搭配它們的超模曲線高腰護 那剛剛我穿的是杏色的 然後這一件它是做藕紫色 因為我覺得藕紫色也是現在很多女生喜歡的顏色 尤其是我現在搭配的是白色的上身 然後還有藕紫的下身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樣子的顏色的搭配 我覺得穿起來還蠻活潑亮麗的 那上一件是V0的事業線 這一件是U0的事業線 所以對於不敢露出勾勾的女生 應該會覺得這一件的安全感會比較高 它還蠻特別的是它的長度還蠻長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穿脫是稍微容易許多 而且寬下白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給予更穩定的支撐感 那來到它這件的背面的設計 它中間有做挖洞鏤空的小巧思 所以你在鍊上半身的時候 我覺得會還蠻搶眼的 下身也是搭配同樣色系的灰性色的Leggings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創搭 比起前面兩套帶給人的感覺 是更加的成熟氣質有韻味的 那整體而言我覺得Airspace Sport 完全有顧及到女生愛美的時尚外型需求 還有運動人士的排汗機能效果 那接下來就會是絲搭的示範穿搭 有很多單品我保證 真的是我自己去中山展實體店購買的 拜託他們說一定要讓我在影片裡面介紹給大家 因為CP值實在太高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我發現這幾年真的超流行 這種超短的衛衣 那我覺得這個衛衣的好處就是呢 它很適合尤其是現在換季了嘛 溫差比較大的時候 你裡面可以套一件自己喜歡的內衣 當然你的內衣不需要跟我穿的一樣比較暴露 你可以穿比較保守 自己喜歡的那種小可愛 然後加上一個長袖的 然後還有帽子的抽繩的衛衣 然後因為它是短板的 如果你有練一些重訓的話 可以讓你的整體的線條有一種更S曲線的效果 現在超流行這種寬鬆的喇叭長褲 其實我自己也是 除了喜歡穿Legging之外啊 我也越來越喜歡這種像是Pajama睡衣一樣 因為可以營造一種非常慵懶跟舒服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穿起來會有很羞身的效果 因為它在前方有做開叉的剪裁 所以可以讓你的腿部的線條 是不會這樣子整個很sloppy的炸開 而是可以稍微有一點修飾的效果 那整套穿起來我覺得超好看 很可以 從去年開始呢 我就大愛西裝的look 因為妹現在已經26歲了 自從我過了25歲之後 我的心態就覺得我已經不再是小女孩了 我也想要當 經濟獨立可以自主的girl boss 也就是我們不用再衣服男人 我們就是自己生活中的女主人 Yeah 氣勢有點弱掉 那沒關係 那這一套的西裝呢 也是Earspace它最新上架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 尤其是現在進入初秋 因為它整體穿起來的感覺 真的還蠻輕薄的 那我很喜歡的是 它這邊有做一些 沒有很明顯 但是隱約的小店間的設計 然後貼心的是 它這邊的排扣跟它的整個外套 是同一個色系的搭配 然後啊它還有附上腰帶 所以你可以做成有腰身的look 細像皮帶 那我裡面穿的 這件是我自己在本市買的 Locomo版本來的上衣 所以在領口處 也可以隱約的露出一點點 這邊胸口 跟這邊鎖骨的一點點的線條 那我覺得這件上衣 它是簡約又不時時尚的感覺 它也是做短板喔 那這個褲子皮褲的話 它是 蠻高腰的皮短褲 就是你會覺得皮褲是不是會很緊繃 可是我自己實穿的體驗是真的很舒服 而且因為它是做A字的版型 所以啊它有修飾腰身 因為它這邊是比較寬的 褲頭的設計 然後下擺它是偏比較寬的 那拉起來它是有彈性的 直接拉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皮褲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就是穿起來很舒服 完全不會有壓迫的感覺 現在好像很流行 這種大學T做翻領的感覺 因為一般我們所認識的大學T 就是圓領的嘛 但我覺得這種翻領的大學T 可以又給人的一種微正式 但是又休閒的悠難感 那它袖子是做過袖的 就是它是可以幾乎遮住我的手 所以給人一種好像有點可愛 翹皮的感覺 那它的短板又不是太過的短板 不至於讓你的肚子翻起來 就是大概是蓋到肚臍的位置 那這個西裝的短褲 我覺得我私心也是還蠻喜歡的 它是做一個A字的西裝短褲 整個剪裁是比較俐落有型的 這個短褲它很用心的是 它旁邊有做開叉的造型 像是搭配襯衫啊 或者是T 恤 都是很好的組合搭配 好 那來到影片的結尾 我想要說的是 練健身或者是肌肉量的上升 的確會改變我們的體態 改變我們身體的維度 適合我們的衣服 可能也隨之需要調整 那我覺得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自己練的肌肉不好看 然後也不用很覺得沮喪 以前的衣服好像現在穿起來 沒有那麼好看了 因為我覺得只要透過適當的搭配 你也可以找到 最可以為你加分的服飾 甚至可以推變成更亮麗的你 那今天影片所分享的 Earspace的運動單Pick 還有最新的時裝 都可以在網站還有實體店面找到喔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逛逛 順便去入手幾件吧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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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